中美贸易战云密布引发了全球股市震荡 不过美国三大股指星期三开始回弹 也带动了本地海指时报指数 昨天币市猛涨了2% 分析师认为贸易战可能出现转机 加上股市可能受到良好经济数据提振 投资者可以留意短期套利的机会 我觉得美国市场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美国那里推出的新的货品名单 他们不能够立刻实行进口税 他们必须通过一个60天的过程来实行进口税 包括了30天的时间 让公共去参考他们的建议 而提出他们的看法 那么还有多30天 给相当局做出最后的一个决定 那么在这期间 相信中国那里也不会属于使到情况恶化 中国那里他们扩大了 他们要实行关税的名单 我觉得在我们程度上 只不过是要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罢了 除此以外 中国那里在桌上晚上的时候 也有一些官员出来表示 中国是个比较负责任的国际投资者 他们不打算因为贸易战争的关系的因素 而售卖他们手上的美国的国债 中国的这样一个表态 最起码意味着 他们也不会从金融市场里头的 来对付所谓的对付美国 其实这则讯息 也可以算说对金融市场 注入了一个振兴器 最起码在本期内 我们可以看得出 就是说这个债券市场 还有这个利率那里 会稍微的稳定 这个债券市场